利希什泰纳 起球 干净的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内马尔 现在球分到左路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内马尔 扳出机器 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 就被破坏了 最后一道防线了 有惊无险 尝试掉固定球 干净的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内马尔 把球破坏 他拽开了对手 传球 伯纳丸图拉 继续带球飞奔 非常犀利的盘带 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 菲利佩传中 哨声响了 犯规 托阿腾 准备来处理这个任意球 反应很灵敏 那球 这脚踢得很远 马拉多纳 托阿腾 位置非常好 断球成功 想要绕过防守队员 及时地抢断 莫德里奇 球在曼珠基奇脚下 他的任务就是指塞罗 塞罗 打进一球 优势扩大到两球 他们牢牢掌控了局势 洞察力很敏锐 进球很完美 门将犹豫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打门 会打哪个位置 对于这么隐蔽的射门 他显然没有心理准备 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 落后的一方会压力俱增 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 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场 萨拉赫 好机会 绝佳的进球 只差一球了 比赛又有了新的悬念 萨拉赫精彩绝伦的一对一 一个冷血的杀手 这球不用看就知道了 高效精准又冷静 这才撑得上射门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的比赛 应该说他们不屈不挠的斗志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形式 他们随时可能会办公平 球来到了左侧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内马尔 现在他的命 射门 再试一次 跟上一次设施一样 如出一辙 他们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杀死比赛 但却一次又一次 将机会浪费掉 也许不会影响结局 但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呀 他给大了 摩德里奇 想法不错 可惜没能实现 摩德里奇 好的 他成功的突破 满足机器 送出只C C罗 总裁的进球 果真霸气十足 克里斯蒂亚 罗奈尔多 C罗 一直在等待时机 他表现得很有耐心 也非常有经验 没有落入越位陷阱 踢得非常聪明 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气法 这样一来 比赛局面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比赛 就在C罗脚下 漂亮的直贼球 满足机器 机会 非常准确 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 他成功地将球破坏 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我认为 比分被扳平的可能性很小 他们只要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比赛 好像是势在必得 这场比赛中呢 没有什么必要保留 上半场有如神柱3比1 现在下半时开始 萨拉赫 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胡阿腾 将球破坏掉 马拉多纳 调过头顶 能起脚打 射本 球打进了 下半场一开始 就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 这球就是现足球队的水平 也能踢进啊 我觉得啊 这不但是个好进球 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 不是狂奔半场 或者连过五人进球 才算精彩啊 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 巴黎圣日尔曼 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在下半场 他们很需要一力进球 来诚实信心 现在他们可以继续施压 寻找机会半平比分 想要穿透防线 视野很开阔 马拉多纳 这是一个边线球 脚球 好机会 即时地解围 他们能形成反击吗 将如何处理呢 马里尼尔 调整 打门 球弹了出来 球进了 他们这种表现 绝对会让教练感到骄傲 他们欺而不舍 终于打进半平的一球 球门大开 这种情况不设啊 简直对不起自己啊 进去里尼可不能这样啊 给对方这么多拿球的时间 人家都不好意思不进了 这下防守真是太渣了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大战 比赛的发展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跌宕起伏 现在谁也不知道 结果会是如何 要到前场 节奏加快了 会有怎样的配合呢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 意识很不错 马拉托纳 试图直塞 内玛尔 上门 他界围成功 一个蜘蛟 他把手抢了回来 马拉托纳 他把球抢了回来 马拉托纳 准狠 本来有机会传到左路 却自己选择带球 太粘球了 应该多动动脑子 维拉蒂将球塞过去 轻巧地传球 这个段球干净利落 内玛在左路找到机会 他们能否威胁到球门呢 想要穿透房间 漂亮的段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 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 萨拉赫从中路突破 这会儿就需要经验 丰富的球员站出来 好好拿住球 球在曼珠基奇脚下 曼珠基奇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把握传球的直击 莫德里奇 保利尼奥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 现在失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 一路披荆斩棘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 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 这会儿就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 好好拿住球 如果想取胜 必须把握好这次进攻 莉希施泰纳直接传到前掌 莉希施泰纳处理好这个传中球 这可能是大力射门 这可能是大力射能处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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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马诺拉斯排除了险情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没有时间了 时机很好 干净的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现在失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 C罗 总裁的进球果真霸气十足 克里斯蒂亚诺 罗纳尔多 他们可以开始庆祝了 裁判看了一下表 吹响了他的哨 不论双方有什么不足 比赛本身的观赏性还是非常高的 双方都有进球 差距也只有一球 比赛长时间陷入胶着 直到最后时刻 在最终分出胜负 我想许多观众都以为 今天会是一场平局 包括我在内 可是显然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 他们敢打敢拼 始终 我说一遍 我这遍